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修哲师姐 徐云 今天我来讲一讲汽车非常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汽车的冷却系统 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 我开着高速公路上在下跌的地方 我大概在那躲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平时车子的温度总是在中间的 不动的 然后在那看 这温度表不但能往上走 往上走已经大概有二十几分钟了 再往上走的话 那就很危险 可能会出现高温很大的问题 所以的话 我就因为我知道 最近我的车也不是特别老 我也没看到有漏水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然后第一个想办法 我就把空调关掉 空调关掉 然后把热气打开 这个是一个技巧 在温度偏高的时候 冷却系统出现问题 你把空调关掉 它这个盘子的热量会减少 然后把热气打开 然后把它引进的热气散发不出去的 往车子里面散发 因为汽车里面有一个热气的 蒸发箱的热气散发 这个可以起交换冷却的作用 然后我这样一打了以后 温度慢慢往下爬了 然后大概等了半个小时 交通就好了 后来把空调打开也都好了 所以因为我有经验 这可能就是风扇不断了 因为引擎的风扇一般的车子都有两个 一个是冷却引擎的 一个是冷却空调的 两个风扇 有一个风扇出了问题 就是温度降的比较慢 就是散热比较慢 特别是在堵车的情况下 你在开的时候 它有风在很大的风在冷却 所以就不是很重要 但是在堵车的停的情况下 这两个风扇 特别是开空调 必须的一定要两个风扇都要转 如果只有一个风扇转 温度可能就会高 温度高的情况下 你如果是发现我刚刚这个方法不管用了 你必须得要停到边上去 靠到边上停下来 尽量地往高速的下面走 但是如果走不下去的话 停下来 你如果再接得开的话 有可能会把引擎烧坏 因为经常经常碰到这种引擎坏 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 所以提醒大家 第一个不要紧张 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很紧张的 第二个想办法是降温 降不了温的话 你得要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 可能在冷却以后 车子看看是不是缺水 如果你平时备用一个水 冷却水 水浓水要大的一个佳能 可以在冷的时候 水箱才能打开 温度 这个水箱 因为这个系统是非常有压力很大的 你如果在热的时候一打开 这个水冲出来会 会损坏你的 烫上你的皮肤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的话 一定要注意 最常见的高温就是 水箱或者水管或者节温器漏水 漏水的话造成它冷却系统的冷水 水不够 那这个时候你在冷的情况下 你如果是在热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这个负水箱打开 你看一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 水位多少 如果是在它的特度中间 那是没问题 如果是在特度之下 你就可以自己加冷却水 自己有的话可以加上去 加完了以后 如果是在冷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这个水箱盖打开 正常的这个水箱盖 正常的它里面有个弹簧 它是承受一定的压力的 到一定压力很高的 一般在15个PSR它都会打开 所以这个多余的水 多余的水它会到水货里面去 它这个是一个循环系统 如果是这个弹簧已经坏掉的话 你就一定要换掉 如果发现这个这个盖子有问题 第一个就到汽车配色店 这个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然后把这个冷却水一定要加满 把这个盖子盖好 有可能问题解决 但是如果是加完水了以后 开 如果是发现温度过几天 温度又上来了 又缺水的话 你都要小心 肯定这个冷却系统 不光是这个汽油 这个水箱盖的问题 可能还要检查水管 水箱或者解温器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有慢慢的泄漏 如果是有泄漏的话 第一个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有这个冒烟 水箱如果是泄漏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有冒烟 或者有水的痕迹 或者是有看到有滴水 这个是这个是一点 还有水管你应该都能看得到 如果是有发现有漏的话 你必须要更换 你不能说经常去加 你这家经常加的话 你都不知道哪一天真的缺水 可能越来越严重的话 你这个眼睛可能会高温 一旦高温的话 眼睛可能就会损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在水的循环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阀门 就是这个dermostar 或者是叫解温器 这个解温器的工作原理的话 就是它这个在不同的温度 它的阀门是开的不同的 在冷的情况下 刚早上启动的时候 这个阀门是关起来的 这个水是进出是关门的 但是如果温度高了以后 它就会弹出来就会打开 一打开的话的温度就可以降温 所以的话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温度高温的话 你可以简单的去手去摸一下 这个进出的这两个水管的温度 是怎么样的 如果这个温差特别特别大 特别是在冷的地方很冷 那个热的地方已经很很烫很热 那解温器就没有打开 所以有经验的人 你手一摸就知道 这个解温器是不是已经出了问题 或者就是用温度计去量 一般我们是用很外的灯去照一下 这个温度差是多少 温度差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 就说明这解温器完全没有打开 因为这个解温器它有一定的寿命 它到了老了以后 它可能就伸缩不正常了 那个关起来不能打开 如果这样的话 水的循环就不好 就是热气不能到外面来经过冷却 所以的话一定要小心 怎么样去检测这个冷却系统的泄漏 有没有泄漏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加压的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的话 是接到水箱 它有不同的车 有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接头 接头接上去 这个接上去 就给它产生压力 压力的话 经过压力加压以后 我可以测到这个 如果压力达到这个 一般在15的时候 如果不泄压 就是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加了压力以后 可以一般来说 可以看得到有没有 哪个地方有没有漏水 如果有漏水 可以看到 还有还看就是这个压力 会不会泄压 所以如果压力自己就往下跑 那肯定这个系统有泄漏 或者就是你这接头没接好再漏 如果接头接好的 它还往下掉的话 那肯定这个系统是 肯定是有泄漏的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彻底检查 把这个泄漏的问题解决 还有这个风扇 这个风扇 必须在它温度高的以后 它要打开 这个风扇的控制是靠 温度传感器来控制的 温度传感器 经过这个风扇的一个电脑 才决定什么时候 风扇必须要工作 温度低的时候不工作 但是在空调打开 这个风扇一定要转 如果空调打开 这个不转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温度传感器一般 它这个是电的 里面是两条线的 或者三条线的 不同的车是有不同的 这个插头 这边是连到电脑去的 如果是温度传感器 再达不到它的正常的 线性的关系 这个传感器出了问题 也会造成高温的 所以的话 一定要全面的检查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上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